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主持人端 先来说说指数端吧 一会老师 短期如果不能结束这样盘整的格局 是不是大家可能也要些许的谨慎 谨慎指数接下来的一波回调呢 好的感谢我们的端端姐 其实我一直在想问咱们很多投者 这个时候你指数担忧什么 我就想知道担忧什么 对吧 你担忧下跌 那好了指数涨的时候你也没赚着钱 大部分股票都没涨啊 那跌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 多数个股还是上涨的呀 对吧 今天我们看到2800家是上涨的 对不对 2823家 而本周整体而言其实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指数涨 个股跌 指数跌 个股涨 包括昨天是什么 指数跌 个股跌 对吧 那么整个来讲话 其实市场的重心还是什么 还是在3100点的上方 你担忧什么 这样一个窄幅震荡 咱们看一下 今天两市加在一起多少呢 8505亿 好了 上证指数 低点到高点是21.72个点的正负 那么收盘我们看到 微涨0.08%上涨了2.5个点 那好了 那这是风险吗 有担心什么 我就一直没搞明白 我们很多投的者就是老是有点起人忧天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可能是什么 我们很多投者无法接受 你就像这个位置一样 咱们讲到了 自己听一下 在这个3月18号福建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是年限压制 250天限压制 包括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是MACD指标死差 当时我担忧 为什么 因为整体而已 MACD死差呀 而且是什么 整体量能也没有放出来 那当然我要担忧 我认为市场可能要以震荡回落为主 那果然回调 那个阶段我们很多投的者不担忧 为什么 都认为能突破3200点的 到什么3400 3700吗 豪言壮语 对吧 那好了 我现在坚定看多 而且是什么 整体我一代强调 担忧什么 为什么不担忧 仔细看一下 现在而言的话量萎缩了吗 没有啊 今天刚才我们强调 两市加在一起是8000多亿 那么整体放量多少 857亿 而且是什么 是在年限之上啊 并且是什么 今天放量啊 而且多数个股上涨 那有什么可担忧的 那就是我其实想到了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投者 其实还是在于什么 换得换失的心态 这个没法交易股票 你要知道每一轮行情 它其实这一次反弹的板块是不同的 你看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涨的是什么 房地产板块 昨天跌的是什么 证券板块 你看今天跌的又不是这么证券板块了 那咱们仔细看一下 今天跌的是什么板块 今天主要是运输服务 交通设施 电力 那好了 有几个拿运输服务的 有几个拿电力的 没有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拿的是什么证券 我相信很多人拿 对不对 房地产很少人拿 对不对 但是房地产板块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从什么时间重点讲到了房地产板块 上周五 对不对 我强调房地产板块上周五的时候放量 当时主要我们举的是什么例子 招保万金 对吧 我们看到保利地产 保利发展 对不对 那么好 在这个位置形成什么 周五的时候放量 你看这一轮行情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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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科招商舍口 陆家嘴 这些是先涨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切换到什么 中小盘的 为什么今天中小盘又开始上 形成一个上涨 昨天晚间有领好消息 对不对 杭州的临安开始干什么 直接收储了 收现在而言商品房了 那么释放一个什么信号呢 政策信号 未来以后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效仿 效仿的是什么 也就是收商品房 直接建立成什么 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等等的 那么好了 直接的可以说 把一些二三线的 这些小的房地产公司就拯救了 那么好 今天我们看到二三线上涨了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的政策性 它的房地产有什么不同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在2022年的三四月份 我们看一下房地产整个这个板块 我们回顾一下 2022年的三月份这一轮行情 那么这一轮行情 很多投者可能不知道 当时主要的政策是什么 是放开落户了 也就是户籍整体而言 买房就落户 当时在2022年的三月份 四月份走出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 这是当时的第一波 政策性的利好消息 所以说催生出了 这一轮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 我给大家讲一下 好了 还知道吗 这一轮行情啊 咱们看一下 这一轮行情是在什么时间呢 其实是在2022年的 11月份这一波行情 那么当时是属于什么 叫三支舰的落地 对不对啊 当时来讲的话 第一点是2022年的10月31号上升指数 那么2022年的11月份的时候 就是金融的三支舰的落地 直接催生出这一波非常明显的上行 还记得在去年 也就是2023年的7到8月份 主要的政策是什么 金融的16条 是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 当时和整个的证券板块 证券是什么 活跃资本市场提认偷偷的信心 形成一波的反弹 对吧 那么这前面三波都是什么 中小盘的一些房地产板块 形成上涨 而这一次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强调不一样啊 招宝万金 权重先涨 这是其一 其二 政策有两个不同 第一个政策是什么 很多的一些地方型的 取消了限售 包括北京的五环以外 也取消限售了 对不对啊 所以说来讲的话 很多的地区取消限售 这是第一个不同点 那么第二个不同点是什么 就是收储 也由于什么 我们很多的一些居民啊 其实买房都是什么 贷款买房 也就是加不起这个杠杆了 没钱加杠板 买不起房了 怎么办 那么好 政府来加 那同时来讲的话 很多一些企业加不了杠杆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 社用数据是向下的 那么这一次地方政府拿钱 干什么 收现在的商品房 然后是什么 直接的公租房也好 保障性住房也好 直接这个是不是就刺激需求了 那么同样 房地产板块能不能涨 一定是能涨的 而从整体的之前的三波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下 整体上涨 基本上是在18%左右 这个房地产指数 这是空间 时间是多少个交易日 28个交易日 平均啊 好了 那么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房地产板块 从第一点到现在啊 一共是多少个交易日 如果是28个交易日 757点到今天 我们看一下啊 14个交易日 那如果平均是28个交易日的话 那么好 还有多少个交易日 还有14个交易日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房地产板块能不能涨 一定能涨啊 而且刚才我们强调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时吗 这一轮推动的是权重 以招保万金推动的权重 那么更是这一轮行情的一个什么 胜负手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而言的话 你要关注房地产板块 没有涨完的 你很多投资者 其实一看房地产 扭头就走 一说证券 那立马就开始进场 那看证券 近期就没有形成反弹 我再次强调一下 证券板块 我们在六月初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所以说我一定要强调 这个位置 你需要关注所谓的指数吗 你不需要关注指数 指数在这个位置 它是不同的板块的推动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上证指数啊 那么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550均线 刚刚到3163的时候 我们就强调 550均线就压力 因为历史上 我们看一下 同样在这个550均线 都出现过压力 比如说 2023年的高点 我们看一下 是吧 五月份 包括这个位置 550均线 这个粉颜色 也就是2022年的7月份 对不对啊 那好了 现在有压力 那压力就是我们所说的 横向震荡 你担忧什么指数啊 杞人忧天 对不对啊 所以说 刚才我们强调几个点 一定要听清楚 目前的行情指数一下形成一个大幅的放量上涨 不具备政策的优势 我跟大家讲 什么是政策优势 也就是整体而言 大家的预期 比如说降准降息 或者说整体的财政政策 那么财政政策 超长期特别国债 对吧 包括叠加明天 还有什么期权的新权日 那么很多投资又开始担心了 跟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 每一轮上涨 目前是一个什么 板块轮动的时候 那么房内产和证券 就是属于胜负手 以及在近期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跌幅网居起来的 都是属于什么 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多的 对吧 现在而言 对于短期的 尤其油字品种 为什么现在油字不动了 就在于 现在关闭了北向资金实时 很多的一些油资 就跟着北向买 进场 他就买 跟着北向卖 他就卖 是不是 同时来讲话 港股这边天天涨 所以说有的资金是什么 通过港股通直接进入到了 港股以及怕一些踩雷 怕什么呢 怕万一 我买了一些这个 一些G刹股 或小盘股票 万一踩雷怎么办呢 还是在国九条的之下 所以说现在油资不敢动 以及国家队 在3100点上方不敢买 或者说很少进场了 对不对 外资也是持续流出 在短期之内 所以说外资 国家队 以及现在油资 都在这个阶段 没有形成一个 很明显的增量 那自然而然量 放不出来 万一以上 但是没有形成大跌 为什么 没有大的利空啊 昨天也就是MLF 平等续做 以及在前期4月份的 收容数据下降 但是中期是向上的呀 所以说吧 有的时候就看你怎么来看 不同的行情之下 每个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他的视角不同的 所以说啊 指数在这个块 我是中期坚定看好 以及在这个位置 你要关注的什么 我建议大家 你要关注黄金有色类的 为什么 咱们看一下啊 昨天整体而言 其实黄金还是继续的上行 我们看到啊 近期的黄金 震荡反弹 是在什么 2390美元一盎司 对不对啊 包括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白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近期的这个白银 可以说已经串出了短期之内的新高了 你应该关注这白银了 包括铜 对不对啊 铜现在纽约铜价创出历史新高 你看现在是铜 也是创出新高了 那为什么不关注啊 坚定的关注 所以说吧 对于我们铜子者啊 后期我认为是 包括明天横向震荡 不需要企业人忧天 在这个阶段就是坚定看好 而且在这个阶段是什么 6月初可能会形成一个指数级的短期向上 是在房地产板块也好 包括证券板块也好 短期之内你要关注的是什么 短期要关注相应的黄金啊 白银啊 包括我们要关注的什么 整体现在政策面直接对于房地产 好了 刚才我们强调 房地产是不是一些中小盘的上涨 那么你不敢追怎么办 那你关注的什么 开工端 关注的是水泥 郡工端要关注的是建筑 你要关注这个水泥没涨呢 跟大家讲一下 你为什么不关注啊 所以说现在 你把思维转换一下之后 你就知道了 市场没有什么风险 指数再怎么震荡 房地产不会照样涨吗 对不对啊 我们在近期待强调权重在拉 你有什么担忧的 不需要担忧吧 就这个意思